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个状态模式 那也就是我们要来介绍这一个Done of 4的Strategy的模式图 那因为这个Strategy的Pattern 那么跟状态的模式它的结构是非常的相似的 所以我们先由这个回忆一下这个Strategy模式 因为这个两个模式的结构呢是非常一致的 所以呢我们就来做个从已经了解的一个Strategy模式 来了解这个新的模式 那这两种都提供一个简单的续 却包容的无尽的变化 只是包容的层面不同而已 在上一章我们介绍过这个Strategy模式的结构是这样子的 它是把这个Strategy呢 现在委托出来给这边来执行 就是本来这个Client 它会在执行过程当中 会用到两个组合的策略 所以呢 它就会在这里写的两段的这个代码 两段的代码 现在只是把这个代码把它独立出来 一个写在这里 一个写在这里 那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它第一个动作 它在需要这个策略的时候 它就会来New它 那么需要这个策略的时候呢 它会来New它 然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呢随时可以做变化 然后New完之后呢 它就透过这边的函数来调用到它 来去执行这边的实现代码 或者呢 调用它来执行这边的代码 它的这个Strategy的做法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把它对应过来 刚刚是依照需要两个策略 所以分成两个类 OK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在这里来讲呢 我们是依照两个不同的状态 当它需要有三个状态 它就有三个子类 刚刚是三种不同的这种策略 那这里是三种不同的状态 或者多种 所以呢 这边就会有这个一个Request的 譬如说这是一个Client等等的 那这边呢 就会或者这个Client也可以 这Client加Contact OK 那Anyway 这个Client呢 可以来调用这个Request 那Request呢 它就会依据当时的这个状态 那如果说这个状态目前是正在执行这个的对象 那么它就会通过它调用它 再来调用这个函数里头的代码 OK 那如果呢 当时这个要求Request的时候 如果这个State是指的是它 那么它就会 扣它一样的道理 跟刚刚的Strategy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结构 只是一个是依照 如果我有两个侧类 那就会有两个子类 三个侧类 三个子类 这边是 如果我有两个状态 就会有两个子类 如果三个状态 就有三个子类 就插在这里 所以不同状态 的类之间 变不变就分离了 不变的部分 写入抽象的 这里在谈的就是这个变不变的分离 另外一个是这个的变不变的分离 因为这个状态 相对上 为了让它稳定 所以把它独立出来 所以contact的类呢 里头不同状态 会把它分离出来 为偷给状态的 类的去实现 OK 所以呢 这叫做 这边跟这边的变不变的分离 OK 这个State的模式提供了简单的接口 给这个contact 就是这里 提供一个简单的接口 叫handle 提供一个简单的接口 叫handle 所以呢 这一个 contact呢 可透过这个接口 而随意来改变状态的类 的这种 对象 可以 它事先就把这个对象就拗起来了 然后 依照需要 就改变这个对象 依照需要 就改变这个对象 抽换这个对象 所以呢 可以透过 这会产生多样化的组合 因为 各种状态的应用类本身已经包含状态的一个复杂的行为 那即使搭配State模式的点赞的组合方法 就是说在这里头它本身就有复杂的行为 这边就有复杂的行为 所以在这个简单的一个结构里头呢 包含了复杂的行为 所以呢 就类似这个DNA 每个DNA的结构都一样 但是内容是不一样的 就像集装箱一样 外形都一样 但是它的内涵都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搭配的 这个简单的组合方式 也能像DNA一样 有小单位的内涵 内涵的内涵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也可以多变 但是其造型是简单的 组合规则也是简单的 不过组合出来的DNA螺旋的内涵就极为复杂 但结构外形能来维持简单 那这个就是 一型这样的一个理念呢 所以我高老师呢 这在2012年呢 就发现了 这2012年呢 就提出来一个EIT的造型 EIT的造型 那这个造型呢 也是简单的 它的组合规律也是简单的 那么内涵呢 也可以简单 可以复杂多变 并且呢 就像DNA一样 可以有小单位的内涵 可以简单可以复杂 造型简单 规律也简单 不过组合出来的 这个螺旋桨 这螺旋结构呢 内涵是极为复杂 但是外形结构仍然维持简单 这就是高老师的 这个EIT咯 的这个造型咯 那我也在 今年2013年 把这样的一个造型的 设计理念 把它投稿到 这一个北京清华大学所举办的 这个设计管理国际性论坛 那将在2013年的10月1号去发表 今年发表的地点 好像是在香港或者是在深圳 OK 那这是我创造 这个发现的一个软件的 EIT的造型 那也是E型 上市的这样的一个 创一个逻辑 一个简单 複杂的这种 应力 来提出来 这种造型的 OK 好 那我们 这一个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一个简单的范例咯 那 它的状态 都有各自启动一个 Activity 来展现出 它的独特性的布局 好 那我先说明一下 这个例子咯 那这个例子呢 首先这边有一个 Activity 也就是Client Activity Delay OK 这个Activity呢 首先呢 它会 任意这个Controller 它来控制这个状态 的这种转移 好 然后这个Controller呢 它会 来 这个依据 它的状态的改变 这里有一个状态 它会依据这个状态的改变 而来 New这里 或者呢 来 New这里 就是有两个对象 你这个可以先New起来 随时变换 或者要用的时候才New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OK 这是看 你的需要而定 你的需要 如果呢 常常在变换 那么New要花时间 所以就事先把它New起来 之后在变换的时候 就不用再New了 不用再花时间 可以节省时间 但是如果你 New的 速度不平凡 因为你New出来 要占memory 占内存空间 所以呢 你就可以要的时候 再New就好了 OK 所以首先呢 就是 这个 New 把它New起来 New起来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再来 它去扣这个Request 第一个动作就是New 第二个动作呢 它去扣这个Request 那么 依据这个 这个状态 那它就会来调用 如果 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状态下 刚好是 使用这个 状态的对象 那就会扣 它就会 它扣它的Request 大家会扣这边的 Handle 这边的Handle呢 会再扣下来 扣下来的时候 会把这个UI启动 所以你会看到 第二个UI 这是第一个UI 这UI 1 这是UI 2 这是UI 3 这个UI3 所以呢 从这里 它会 New它 所以如果说 它 call Request 那么 当时的状态 是这个 在Handle 那么它就会 call它 call它 然后就会把这个 ViewAct 这个UI 2 把它显现出来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这边再按一个键 那么它就 这边就回到这个Activity 那Activity呢 再按一个键之后 它又会 在这个 在call Request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换这个 所以它就会 call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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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把这UI3 显现出来 OK 那这个例子呢 就是在展示 这样的一个逻辑 就是 状态模式 的一个 非常的 等型的 一个 动作的逻辑 所以这个是 由Activity 所秀出来的UI 就是刚刚讲的 UI1 那这一个呢 如果选择了 call之后 call之后呢 它就会去 call 这个 control的 会call control的 request 因此呢 就会call到 这一个 它就会 就是按了 call之后 那么它就会 call 这个 request 就在这里 按过的时候 就call request 它就会call过来 call过来 call过来 会把这个UI 启动 UI2 所以你会看到 这里会有一个 UI2 就会出现了 所以就会出现 这个 UI2 出现UI2 然后这个时候 按Next的时候 它就回到 再回到这个 Activity 回到这个画面 但是这个时候 它的状态 已经改变了 所以你在 按Go的时候呢 在按Go的时候呢 它会回到这里 它会 在执行 control request 会call这里 所以这 UI就出现了 之后呢 这个又会回来 又会回来 所以这样子 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 OK 好 一直到 这个edit 就结束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的 代码怎么写 所以首先呢 我们定义一个 抽象的状态 抽象的状态 那里头定义一个handle 现在在讲的是 定义的 这个位置在这里 就是定义一个 这个抽象的state 这一个 现在在定义这一个 然后再来定义 两个小的类 两个小的类 还定义两个UI 还有加上一个activity 就这样子 还有control的 好多个 好多个这个 class要写了 这个例子 所以首先定义一个 抽象的状态 然后呢 由这个状态 衍生出两个状态 一个叫state v state v呢 它就把它的UI秀出来 UI秀出来 那再来 这个state e呢 也是有一个handle 把它UI秀出来 OK 那这两个状态的任务 两个状态对象的任务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好 那这个也就是那个 UI UI2 这个是UI2 UI2的画面 OK UI2的画面 OK 好 那如果按的是next的话 那它就finish就回到activity去了 那这是 这是UI3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 UI3 好 那如果按下去 agent and next 它就finish就回到activity去了 所以现在 我们就来看这个activity 那activity呢 首先另一个controller 另一个controller 那如果呢 它选择go 选择go的话 那么它就call request call controller的request 那controller的request呢 它就会去 会去看这个状态 如果这个状态 状态是I 它就go toV go to这个V 那如果状态是V 就跑到另外一个状态 如果状态是E 它就跑到状态V 所以它就两个 它是两个状态 就是说 当一开始的时候 这里的意思是 它有两个状态 一个E 一个V 那么 当它一开始的时候 叫状态I 其实它有两个 这个是一开始 启动的时候 在状态I 然后它会 跑到状态V 如果状态是I 被call request的时候 它就跑到状态V 那么在状态V 被call request的时候 它就会跑到状态E 如果在状态E 被call request的时候 它会跑到状态V 它就一直在这边绕 一直在这边绕 然后 然后进入到状态V的时候 就会显现出的UI2 那在状态E的时候 它就会显现出来UI3 OK 所以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做什么呢 那NewStateE就是 当进入到EState的时候 它就会New一个 到EState的时候呢 它就会New一个 这个状态的对象 就是状态V的对象 状态V的对象 状态V的E的对象 那如果是进入V 它就会New一个 这个状态V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再把这个UI启动 这个对象再把UI启动 就这样的 所以它的整个动作是这样子的 OK 好 那我们来做简单的收银 当你在Activity上面的UI 按下这个Go的时候 那它就会 Call Request Call Request 这Call Control Request Control Request 当时要看看情况 这个一启动的时候 就直接进入V的状态 在这里 一启动的时候 直接进入V的状态 那在V的状态的时候 就会New一个 状态V的对象 就会New一个状态V的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 会把这个UI2启动 这对象呢 就会启动这个UI2 UI2 OK 那如果按钮Next 它就回到AC01 再去执行Go 它就会 再去执行一次的Request 它就会 再转移到 新的状态1 会启动这里了 因为 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跑到另外一个状态了 跑到另外一个状态 所以它就会启动 启动这一个 新的画面 叫UI3 你看 它在跑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 那被扣Request的时候 它就变换状态 变换过去的时候 当场就有一个新的State 然后去扣它的Request 扣它的Request OK 扣它的Handle 扣它的Handle OK 那这就是整个刚刚的这一个过程 那它的状态变化呢 就是我刚刚画的这个图 在这个图你看有两个状态 有两个状态 那就是这两个状态 一个V 一个E 那一开始就状态进入进来了 就进到V V的时候 那么它会去New一个状态的对象 状态V这样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 它就会来启动这个Ui2 那么同样的 它按Next之后 那么它会进入这个State1 State1呢 它会来New 这Ctrl的会来New 一个这个State1的对象 这1的对象呢 会把这个启动 就会看到一个Ui 所以这就是 这一个状态图了 状态图的这个说明 所以这个说明呢 这个程序呢 含有状态的变化 不同的状态 需要显示出复杂的画面 所以由于两个状态 就写了这个状态体系的两个子类 所以有两个状态 所以写了两个子类 那么各状态呢 各子类呢 负责显示出它独特的UI 因此呢 这两个UI就变成是这一个 ViewActor是对这一个的 它来New它 然后它来New它 就有它们的行为 然后纳入这一个State的简单的序里头 所以StateV来启动 这个StateV 就来启动 这个画面 这个StateV 启动这个画面 然后StateE 就启动这个画面 因此呢 一个State的模式的简单的序 那包容了 Android的复杂都变得这个布局 OK 所以在这个复杂的布局之下 UI的画面之下 其实呢 是 都是这几个模式 Pattern的一种在背后 来支撑 所以呢 从这个 整个Android的复杂变化当中 让你可以体会到 幕后这个Pattern的运用 运用之美 以及运用它的恰到好处 OK 那就可以体会 什么叫做序 什么叫做复杂 所以呢 从Pattern提供的简单之序 包容了Android复杂多变的行为 那这就是 我们在做架构设计的时候呢 所以要这个慢慢的去体会 然后可以在未来你的系统当中 可以把它表现得非常的漂亮 好 谢谢你咯